大家好,我是TEDES台中曾瑜 我是柏勋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们今天要来聊黄金圈 黄金圈是TEDES台中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或是技术 对,因为它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也是几乎每一位讲者都听过的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Podcast的第一集 我觉得它是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纷扰的社会当中 去找到我们自己的初衷 还有方向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我想现在那个TEDES台中的讲者们心里应该就是 因为通常TEDES台中的讲者们 大概在第一次会面的时候 就会被我们用黄金圈不断的跟他做很深入的探讨 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讲者啊 他要分享之前 我们都要去问他 他到底为什么要讲这个理念 还有这个理念对他人的帮助是什么 所以黄金圈就是一个我们使用非常久的一个工具 那而且我觉得这个黄金圈啊 他不只是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思考 还有它是可以影响他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说明 介绍一下黄金圈到底是什么 黄金圈这个工具的意思就是呢 我们可以把大部分人叙述事情的方式啊 用三个圆构成的一个通心圆来介绍 那最外层的那个圆呢 就是what 那what就是我们做什么嘛 那再往里面就是讲how 就是如何做 这里面就是why 为什么要做 大部分人叙述事情的方式都是由外而内的 那为什么有外而内 因为外面的这个做什么 他比较容易看到 因为他是食物 不是真的吃的那个食物 就是他是具体可以看见的 所以我们最容易阐述事情是由外面来阐述的 比如说我要 比如说我要创业 我之前在创业竞赛里面最常看到的是 有人跟我说他要做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这个是最容易被看见 有些人会再来阐述更进一步的 就是我如何让他更有特色 我如何让他更好 如何让他更有差异化 我如何让他被看见 这就是如何 那你有发现 大部分人就停留在这里了 一定能够谈讨论到里面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对很多人来讲啊 对一个团队来讲更加重要 它是我们去 用我们的信念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初衷去影响他人 跟他人沟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 如果说我们一直停留在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其实是对别人来讲 是比较没有吸引力的 因为这个东西 他本身就可以看得见了 嗯 因为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子的习惯 就是不会从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开始阐述 而是从 哦我就是 我想做什么 然后我如何做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状态产生 我觉得这个跟每个人的成长背景 跟人格特质有关 大部分的人啊 就像我说的 他更容易看到外在的事情 我举那个 呃蔡的那部影片里面的例子好了 例如说 他说 呃如果今天我要买一部电脑 我会说 呃我要做一个最棒的电脑 那我会有 比如说 我会有很棒的功能 我会有美好的设计 我的 我的设计都会很贴近我的受众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他更容易贴近我们的想法 更容易贴近我们的习惯 我会容易去 看见跟想到 这个呃 画面的东西 就是我说的实物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先从外 因为动机是看不见的 但苹果是怎么跟我们讲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苹果他当时有一部广告 非常有名 很久很久以前的 那如果说你是 呃80年代90年代后的人 你可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 但他的影片就是非常的科幻的 他就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叫做挑战现况 所以呢 他的信念就是挑战现况 苹果他说 我们相信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在挑战现况 我们透过更具美感的设计 更贴近人的使用的这些产品 来去挑战现况 所以我们做出了很棒的电脑 他就是由内而外的 他的最核心的是在挑战现况 所以他发明了第一台个人电脑 那他做出来的东西 他都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方便使用 他就做出了很棒的字体设计 可以让你更直觉的使用的 最后就是我说的那台很棒的电脑 那所以这让我们可以去相信苹果这个品牌 因为他给我们的每一个东西 都是可以让我们更能够去挑战现况的 所以当他做出手机的时候 我们并不会觉得说 很奇怪 当他做出iPad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要跟一个电脑公司 买一个没有看过的产品 或者当他做出了苹果耳机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很出乎意料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苹果他由内而外沟通的例子 他一直在沟通信念 我们可以说 全世界这些有价值的品牌 都是由内而外沟通的 他绝对不是在跟你沟通商品本身 能不能再多给大家一些例子 能够帮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 我举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好了 大家喝过可口可乐吧 这个应该全世界每个人都喝过 如果他专注在跟你强调产品本身的话 那他会很失败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就是糖 他大部分的组成就是碳水化合物跟水 如果他强调了这个饮品的话 那这个饮品 其实不健康的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强调的是快乐 对 怎么你的表情很紧张 是怕我等一下收到可口可乐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怎么那个 我们没有这样的立场啊 这个是 我个人立场 对对对 富国军个人立场 对 但我接下来说他的 我接下来说他很棒的地方 也是大家喜欢他的地方 他创造一个快乐的氛围 所以他是快乐创造者 他不断的用这样的理念 去做任何任何的事情 包含你看过可口可乐的广告 他都是非常开心的 你看过 比如说跟歌手合作的歌曲 都是非常开心的或是很振奋的 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传递快乐 因此他是一个成功有价值的品牌 所以我会说 每个有价值的品牌 他都是由内而外沟通的 所以如果说是可口可乐这个例子的话 所以他的why是 就是我们是创造快乐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创造快乐 如果要用黄金圈的方式来传递的话 然后所以how呢 how我们带给大家一次一次丰富的体验 应该是说我要讲得更精确 这不是可口可乐说的 但是是我的理解 就是透过他们的品牌的参与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为你带来快乐 所以他的很多广告的设计 都是party 在party的时候可口可乐可以带你 感谢观看